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一些泛民的女议员也讨论过 其实女性参政有好处的 也有好处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讲了八妇女节 不是为了推广妇女 有一个香港有个说法 就是找人出来参政选举 最好是找无知妇孺 无知妇孺 妇女儿童 无就是没有家师 无家的 知就是有知识的 知识的 妇女 无知妇孺 妇就是妇人 妇就是年轻一点的 这种人最受选民的欢迎 无知妇孺 我们一般是贬持 觉得无知这个 其实你把这个字拆开来解 没有家内 不用顾家 不用好像说整天要分神 那表示说你没有家庭 你可以全身放进这个议会里面 现在我也就是了 无知的父 你女儿也长大了嘛 独立了嘛 不用管她 然后这个有知识 有知识 有知识 就是有个视野 有个训练 对对对 所以可是说起业态啊 去议会啊 那我很好奇 一直很好奇 我们是朋友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问你那种感受 他说当时2003之后 你叫离开官场了嘛 去美国读书 研究红楼梦了 真的吗 团书文学的 对对对对 然后研究红楼梦回来了 不晓得学了王细凤还是学了什么 回来了 还是学了林黛玉回来 就回来 叫选举 重新进入议会 对对对 好像我回来了 I am back 好像阿洛啊 我就又回来了 回到议会啊 他重新踏进去 以前你是官嘛 对对对对 集巡 有时候还直接鼻子骂 对不对 总要吵架 现在议员了 现在我在骂人啊 我骂人啊 现在 回去一定会有感觉 那你要碰到这个 现代的保安局的局长 你会骂他吗 我不参加保安委员会 我回避 回避 还是自己待过的地方 我就好奇 你从回立法会 那个感觉那时候 最大感觉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感慨 很感慨 因为我做的席位 就是我当年当局长的对面 刚刚是对面 我是我是做第一排的 好学生通常都做第一排 做后排的可以消失一点 睡睡觉也可以 前排的不可以的 所以霍振廷啊 霍振廷 他叫我你当head girl 你当学生长 你做第一排吧 这个问人的 你这个角色互换了 过去是接受问责的 现在变成问责人的 这两边你都待过了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现在的感受 我对香港记者说 现在我的薪酬是低的多了 我现在的薪酬是等于一个高级的政务官 但是我有了言论的自由 从前我讲话要跟政府的口径 现在我可以像你一样 天马行空都可以 我不是天马行空 我是探索种种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你像我们这个对政治不大感兴趣的人 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多烦人的事情 你当了这么多年这个官还不够的官场上的烦 又当然是跟女儿研究红楼梦去了到美国 这好像感觉到女人比较多的色彩的这一面 但是为什么再卷土重来 还要投入这么烦人的事情里面 因为我是香港人 到头来都是觉得为香港服务最适合我 我留在美国没有前途了 可能慢慢就变了一个独居的老妇人 那你本来跟着女儿到美国去 她留学你陪读 她自己读 我女儿住在宿舍的 我们不是一同住的 我独个住真的老起来 真的是变了一个独居的老人 死掉也没有人知道 那你那几年你为什么要把生活这样安排在美国呢 多一点自己的空间 作为一个香港名人 你到外国没有人认识你 这个感受也是很好的 自由没有人认识你 穿很随意的衣服 发型没有人批评 都是很难得的自由 像今天录像是7月1号 嘉辉博士就说就回归装就穿上来了 我发现香港的很多女政治人物 包括陈方安生 也是这是一种就里面是一种这样的领子 这样的衣服 外面又是一个西装式的衣服 这是挺好看 可以吗 非常漂亮 里面是旗袍外面穿这个 这是谁最先穿起来的 陈泰是穿旗袍很有名的 就像这个增胞胎 打胞胎有名的 我想中国的妇女穿旗袍最适合了 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看香港的议会 已经是看出香港社会的特点了 百花齐放 特首包括她 英国绅士一样 有旗袍装 有长毛的T恤 有拖鞋的 什么都有 所以你就从这个议会的外形 服装的外形 已经看出这个社会的精神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选举行比例代表制 所以我们的议会就是我们社会的缩影 长毛他们是名言的三子 他们是代表社会5%到10%愤怒的人 每个社会都有这种人的 特别是现在香港贫富很悬殊 你知道吗 我看你跟我就知道 我们都知道 所以你说这问题让我想起 你以前是保安局局长 高高在上 我就想起维持秩序这件事 你看这也是一个大陆人来到香港 我觉得香港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他游行 整天游行 你像七一 他可以同时有两个主题完全不一样的游行 但是你游行归游行 好像我们觉得这帮人在这游行 旁边的人该干什么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社会 他个性歧视 多元化 而且这么多年来 基本上没有说什么暴力流血 没搞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秩序 当时的警察 比如说对于这个人群 你们有些什么考虑措施的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公安条例 当年有些议员是要打倒公安条例的 我也捍卫过公安条例 其实很有用的 就是任何人都有权利去搞游行 静坐 集会 但是给我给警方七日的通知 七天的通知 七天的通知 警方干嘛准备好警棍 这七天就可以讨论一下 你的游行的路线 人数 整方就可以配合 安排人手 维持秩序 这一点很重要 对于冲突的这个情况 就要跟警察直接发生了肢体的 都是为了上电视 其实都是为了上电视的 有人是这样 可是有时候是擦舱走火 有些地方 比方说他讲话比较大声 用那个大声攻 那警察就过来过 那么我们有条例可以管的 有时候就是局部的摩擦 就变成这样情况 凡是游行示威的 因为我在野了 我也搞过游行 我搞的课题是废除外用税 废除什么税 外用税 外劳 女用的税 凡是 所以我明白了 凡是搞游行示威的人 都是想吸引注意力 那么怎么可以了 抬个棺材 搞些什么 扫把头 这样的就吸引人的注意力 这也是一种宣传策略 跳动情绪 照你这么说 我也就明白这个立法会里发生的这件事情 也是一样就是 过去咱们在台湾见过 香港还不多见 我感觉香港都是挺礼貌 还讲话 但是这些年突然 新时尚出来了 的确是因为社民联的三位议员进了立法会 还有长毛 还有扔香蕉 他们三 黄玉民进来以后 其他两位有组织一点 组织多了一点 那么就有扔香蕉 这种的表现 你觉得这也是为了上电视吗 吸引注意力肯定 因为这个立法会 就所有的议会都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政治的舞台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可是也有不同的目的 像你说做这些事情 为了吸引注意力 好像吸引注意力是目的 可是从他们角度来看 不一定 他没错 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可是吸引注意力要来做什么呢 他吸引注意力只是手段 他吸引注意力之后 希望有多一点票 或者说能够提出他的政治主张 你说的对的 是为了他们的选民 因为选民喜欢这样做 你知道我们在调查 这个雷曼的迷债的事情 雷曼兄弟 有一个市民投诉我们太凶 他们说我们对任志刚太没有礼貌 那么我的选民要求我这样做 我受很多投诉信 要求我们严考 就是金融高官 所以我们就要 为选民服务也无可奥非 为他们消消气吗 对 这就是选民的喉舌 选民要是有暴力化倾向 你这倾向也出来 立法会就有监察政府的功能的 对 包括扔香蕉 见着 枪香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说这个代表选民要引起注意 可是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分寸的问题 比如说你刚才讲大声工 我记得有一回不是那个陈方安生 不是什么 像范徐丽泰 对对对 拿这个分贝仪去测 那个长毛 说你这个吼叫声音超过了多少分贝 那你就违反了这个这个规则 为什么基本上我的印象 像美国呀英国 他这个议会里的人 没有这些 所有的议会都有一定的规矩的 我们的规律就是根据英国的国会的 最近我们的议会的规律委员会就开了会 做一个词汇 什么的语言是不适合议会 有些字不可以用的 现在就做一个词汇 那就跟我们的电检条例一样 有些个脏字在电视里不能出 与方骂人的话 有些侮辱性的话 不应该在议会出现 你说得对就是应该有分寸的 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定一些的规矩 可是话说回来文涛 你说有责任 为什么外国的议会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话事情总有不同的看法 是说外国的官员 也没有这样来回应议员 香港很多时候业太一定知道 你让人家坐在议会里面 真的生气了 因为不管你怎么样问问题 那个官员给你同样的答案 那个答案有回答等于没回答 我们就说人肉录音机 不断重放不断重讲一样的空话 那你就生气 完全没有改革 那就只好说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他用这种种种所谓的激烈的手法 引起注意 然后希望让社会大众注意这个事情 才能一起参与来改革 所以他不是为了说引起注意 引起注意只是一个手段 目的是说想达成改革的效果 当然了 那你觉得可以达成这个效果吗 不同的议员采取不同的手法 那么我有我的手法 比方外用税 我用我的手法 就是修改政府的规律 把四百块改成零 这是文斗不是武斗 那么因为很多的同事支持 所以政府也让步了 你知道了 这个五年不收外用税 得到这个效果 所以不同的议员 用不同的手法去争取 你像咱们看这个 前一阵看那个美国电影 叫什么Milk 就是那个讲那个同情恋的 我看了 我发现他那个里边 议员之间就有一种现象 就是互相交 做交易 你支持我的一个这么东西 我也支持你的 有啊 肯定有 这香港的这个立法会里 也有这样思乡 有 有的一定有 特别是我 我不是思乡 我不是说我思乡 瘦瘦 因为我 我一开会已经对 曾玉成说了 我独个儿是个弱势的议员 我只有一票 那么我所有我要推的议程 我要争取我的同事的支持 嗯 嗯 要互相的游说 可是刚才 刚才叶太说的曾玉成啊 这是香港立法会的主席嘛 他当时叶太太就开会里面 镜头电视新闻也影着 拍着叶太太 她说我是一个弱势女子啊 所有人都笑 因为镜玉成也很好玩 说叶太 从来没有人觉得你是弱势 天哪 你那么强 警察部队的前手脚 我只有一票啊 这个形式就迫使我 要争取我的同事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也有好处的 嗯 我这九个月来 我有好几个议案都得到不同阵营的议员的支持 哦 嗯 那你做这个啊 这个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是挣钱方面 我不知道香港的这种立法会的 钱比起公务员就低了 就少了 啊 我我们议员的工资就等于一个高级政务官 一个高级政务官来议会拉票的资格也没有 拉我们票的起码都是政治助理的副局长啊 嗯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失衡的 我觉得应该调高一点 呃 方便我们议会吸引多一点中产呢 专业人士 因为薪水相对议员是低的 嗯 很多大律师啊 他打一个官司 已经赚了一百万两百万 嗯 可是他没时间打 因为他要当一员 每个月拿个几万块 嗯 所以薪水的确是应该提高的 可是对你来说 应该也不是看起来的钱嘛 服务协会 你说业太服务协会 所以香港啊 经常有人有两个想法 两个问号 第一个就是说 哎 那为什么你也觉得自己自己弱势 可是以你今天的人气 为什么不组个党 有一个想法 另外就是说 业太太什么时候当特首 开玩笑 也有这个传闻 开玩笑 开玩笑 是你搞出来了 不是我搞的 这样的是 搞政党 为什么不搞政党 因为我两年参选两次 我觉得香港特别是港岛去 有很多市民是不喜欢政党的 嗯 政党他们觉得太政治化 哦 现在大家都应该讨厌政治化 两方面都不喜欢 嗯 泛民不喜欢 保皇都不喜欢 他们觉得独立议员 独立一点 嗯 要是我是属于一个政党 我的立场就要跟我的党捆绑 没错 嗯 独立议员可以就个别的问题去评估 没错 你看他是 你想原来都是捆绑 原来做高官的时候 也是立场要跟政府捆绑 一致 现在终于独来独啊 对对对 自由了吗 对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现在做议员 咱们叫做经常跟人民群众要要打交道 对对对对 说是每个星期有一天嗯 到处的人都有人来 我是这样 别的医员我不知道是不是 来找你申诉 功能组别的不需要面对群众 他们面对自己业界就可以了 医生见医生就可以了啊 工程师见工程师 像您这个投诉警察的还来找你呢 我港岛区我有三个呃 办事处见市民 但是九龙新界的也有也有来找我的 对名声大 特别是说雷曼兄弟的这个这个债券的这个事情 在香港搞的一锅粥 对对对对 呃 这个事情你觉得是该怎么看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赔偿金额的问题了 呃 香港报章有报道 呃中银愿意赔六成 但是小银行拿不出这么多钱了 银行也有他们的烦恼 他们说我是收个佣金 嗯 嗯 呃 四个percent 百分之四 呃或者百分之二 为什么我要配本金啊 嗯 另外还有一个责任的问题 因为银行觉得 政府也需要付一点责任吗 嗯 我也觉得是 幸福因为没有监管好 当初没有监管好 当然有责任 你让他银行叫卖这种债 所以要负责任 嗯 苦主觉得啊 银行也觉得这个这是新的产品啊 这个宣传的单张是政府批的 嗯 证监会批的 当然政府也是鼓励金融创新嘛 嗯 鼓励他们去去卖的 所以银行也觉得不应该责任全退给我们啊 你纵容我这样说 所以今天一起受罚 纵容你错也可以说 所以这事情还没有结论啊 可是有结论的是说 大家看到重返那个政坛的业太 发型不一样了嘛 嗯 刚才你也提到 当年有人用烧把头叫说法 嗯 可是当年业太也讲下一句名句啊 他说我就要这样子 我连我自己发型都捍卫不了 我怎么样捍卫香港社会的治安啊 叫名句啊 那你现在回看 你觉得 他发型变了 怎么样 你不捍卫你的发型了 是吗 我这个人是 嗯 遇到压力 我不会退缩的 但是我自己想改我就改 你越逼我 你越逼我不行 你越逼我 我越不改 而且当时说竞选的时候 这不是最近这个Michael Jackson MJ的事 说你还引用了他的一句歌 对对对 07年我引用了 One Day in Your Life 做我的选举的歌 因为我 我是其实是想选民留意歌词的 那这个歌词你怎么来理解 英语来讲就是 虽然虽然现在你不需要我 但是 When things fall apart 就是当局势不好的时候 你叫我我就来了 这是我对选民的承担 哎呦这叫叫咱们成语讲 就是沧海横流 冒险英雄本色 需要我的时候 对叫我就来了 所以是后来大家不受你扫把头的时候 你反而是愿意自己喜欢 叫自己去改变 对对对对 可是要回看你觉得当时大家攻击你 包括我在内 攻击你的发型啊 什么打扮等等 你觉得是对于你的个人攻击吗 我很气愤啊 女性的攻击啊 对对女人很生气 我觉得很不公平啊 我也有我的人权啊 我有权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但是 所以当年我很气愤的 现在接受了 接受了 公众人物 这个形象很重要 但是